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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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的MacBook Pro预计将配备OLED显示屏 并采用更为鲜薄的设计 在此之前 即2025年 MacBook Pro将主要聚焦于性能层面的提升 搭赛全新的M5 M5 Pro及M5 Max系列芯片 然而除了芯片性能的显著增强外 该年度的MacBook Pro在外观设计及其他配置方面 预计不会有太大变化 苹果分析事故名机 与显示行业权威人士Russ Young一持相似观点 他们预测 2025年发布的14英寸与16英寸MacBook Pro 将继续沿用当前的Mini LED显示屏技术 而关于MacBook Pro转向OLED显示技术的传闻 则最早可追溯至2026年 相较于现有的Mini LED屏幕 OLED技术凭借其更高的亮度 更强的对比度 更深邃的黑色以及更高的能效表现 不仅将为用户带来更加生动逼真的视觉体验 还有助于提升设备的电池续航能力 此外 采用OLED显示屏 还将进一步推动MacBook Pro的轻薄化进程 古尔曼早前也曾透露 苹果正直立于在未来几年内 打造更加轻薄便携的MacBook Pro系列 旨在将其打造成为科技行业内同类产品中最薄 最轻的产品 因此可以预见 更加生动的OLED显示屏与更加轻薄的机身设计 将成为吸引现有苹果SilicaMacBook Pro用户 升级换代的重要诱因 据大Elet报道 MacBook Air系列产品由LCD屏幕 更换制OLED屏幕的计划被再次推迟 搭载新屏幕的MacBook Air 可能要到2028年才会发布 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零件开发计划被推迟了 目前看来 产品发布也不得不推迟 此前的预测是 苹果将会在2027年 推出配备OLED屏幕的MacBook Air 继续 推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 OLED屏幕高昂的成本 和LCD屏幕相比 OLED屏幕能够显示更鲜艳 更广色域的色彩和更高的对比度 其响应时间更快 并且不需要背光 这导致其生产过程更为复杂 需要更精细的制造工艺 此外 OLED所使用的有机发光材料 也是其高昂生产成本的来源之一 苹果目前正在寻求降低这一成本的方法 他们希望看到多家公司竞争 提供OLED显示屏 以达到压价的目的 然而在当前的供应链环境中 公司的选择有限 报道称 只有三星显示器公司和苹果合作 为未来的MacBook Air 机型开发是3.3英寸的OLED面板 此外 与采用具有两个发射层双对战设计的 MacBook Pro的OLED显示屏不同 OLED MacBook Air 可能会使用更简单 也更便宜的单对战OLED配置 以此来建议不减少成本 除了屏幕的高成本以外 如何给搭载OLED屏的 MacBook Air系列产品定价 也是一个令苹果十分头疼的问题 OLED显示屏的高制造成本 难免大幅提高MacBook Air的零售价格 但对于面向大众 性价比为主要卖点的这一产品线来说 仅仅对屏幕进行升级和昂贵的售价 将会使消费者的购买兴趣大大折扣 对此 一位匿名供应链官员表示 苹果将接受较低质量的OLED屏幕 并且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让MacBook Air的OLED显示性能 接近MacBook Pro的水平 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 由于OLED的应用而导致了价格上涨 苹果在今年上半年 发布了搭载M4芯片和OLED屏幕的 新款iPad Pro 这款平板电脑无疑拥有出色的性能 但消费者似乎不太买账 导致它的销量远不及预期 预计的销量为接近1000万台 而是寄出货量只有600万至700万台 OLED iPad Pro难以令人满意的销售表现 可能会加剧苹果对OLED屏幕 未来继续应用的担忧 同时 这也可能是导致苹果延迟 推出OLED MacBook Air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上述内音之外 苹果还面临着外部竞争的压力 即使苹果党已经逐渐固化成为 一批相对稳定的购买群体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永远不会动摇 尤其是在Win系列笔记本电脑不断体质降价的现状下 Tom's Guide指出 市场上无法性能优秀 价格和理解配备OLED的笔记本电脑 比如华硕的ZenBook S14 DiR的XPS15等 这些竞品使得苹果不得不重新考虑Air系列的竞争优势 并且调整其更新方向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期待搭载OLED屏幕的MacBook系列吗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请订阅关注JeffreyType 我们下期再见